新裁員選生活精品 朋友們好 我是Kevin 我們今天來回答就是 觀看我YT影片的好朋友 他所留言的一些問題 他問到的是說 石木傢俱的表面 有時候會有一些凹洞 那是不規則的凹洞 那應該怎麼避免 老實說 我認為應該先看這個凹洞是怎麼形成的 因為他說是不是重駐 因為凹洞 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凹洞它是撞凹痕 還是說 是有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木頭被刮掉了 這個樣子 如果說是撞凹痕的話 我覺得很難避免 因為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老實講 一段時間難免都會有 撞凹的情形 那這種撞凹的凹痕 我覺得到 不是很難處理 最主要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如果說它的表面塗裝 是油妝或者蜜臘妝的話 這個就簡單 我們只要細砂紙 就是把木臘油 表面的木臘油跟蜜臘 把它磨掉之後 然後用蒸氣熨斗 但是不可以直接壓著 就有一定的距離 就用蒸氣熨斗去蒸 蒸氣就會滲透進去 這個凹痕的木頭纖維 那木頭纖維吸收了蒸氣之後 它會補起來 補起來就會把凹痕 就把它頂回去啦 這種處理完之後 其實它的表面就會有一點出炸面 因為我們在 磨的時候 或者說在切割的時候 有些纖維是被切斷 或者磨斷的 然後拋過之後 就光滑面 可是當你蒸氣一進去的時候 它有些會立起來 所以你摸起來又是粗粗的 所以當蒸完之後 當蒸氣蒸完之後 那個凹洞 補回來之後 等它乾了 應該還要再用細砂紙磨過一次 那磨完之後呢 再上木辣油或再上蜜辣 那這個樣子就處理掉 這個撞凹的凹洞 但是如果說它的塗裝是 我們所謂的水性的PU 其實如果很局部的話 如果只是一小塊 一樣的做法就是磨掉 然後蒸氣 那如果說沒有蒸氣熨斗 就是一般的熨斗 也可以把一塊乾淨的布沾水 然後稍微擰乾 那就放在凹痕的地方 然後用蒸氣熨斗去蒸 隔著布 不要很薄喔 你還是要摺一定的厚度 讓它的蒸氣跑進去 這個都是處理撞凹的一種做法 我也曾經遇到過就是 它那個凹洞 是因為那一部分的木料已經不見了 那這個樣子 你沒有辦法用蒸的讓它恢復嘛 因為就少了一塊木料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其實可以去買一種叫做 木工的補土 這位朋友他說 他寫了補土 然後寫了木逆子 木逆子老實講我看不懂 什麼叫木逆子 後來我去爬出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原來木逆子是 中國大陸那邊的說法 我們這邊就是叫補土 那所以是一樣的 我們是有買一些日本木工的補土 那它有各種顏色 但是老實講 就是說 如果它的凹洞是因為破損的凹洞 就是那一部分的木料不見了 那就只能夠用補土 那補土 它有胡桃木的 有白橡木的 有蜂木的 有幾種顏色 當然真的要找是可以找出很多種顏色 但是老實說因為 木頭是天然的 其實你不可能機會非常少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個跟家具的表面是一樣的顏色 更何況使用過一段時間了 那個顏色也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很不容易找到你補了之後不需要修正顏色的 那種破損的凹洞 就用補土 通常也不會太大的破洞 那我們就挑顏色相近的補土來補 那補完之後等它乾 然後再磨一下 那如果說顏色真的落差很大 我之前是有試過 挑白橡木的補土來補白橡木的家具 那補完之後 雖然還是有顏色落差 但是就比較相近 可是胡桃木的有的就落差很大 那等它乾了之後 磨好之後 我們就拿那個漆 那個也是水性的木料漆 也都是專業的 你來塗補土那個地方 它其實是加了一些木粉 它是專為木做家具 就是木工使用而已 其實跟我們牆壁 跟我們一般油漆的補土 我相信應該是類似的 只是說它有加了一些木粉 這些材質在它的補土裡面 可是這個樣子 它對於這個液態的吸收率很高 然後 然後 我的經驗是補土補好之後 那把它磨過之後 水性的木料漆 一點上去 它馬上吸進去 然後那一塊的顏色會特別重 那一塊的顏色就變得很深了 就跟旁邊的葡萄木的顏色 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那應該怎麼做 後來我的做法是先上一層類似底漆 就是我們把木工的補土磨好之後 然後先上一層無色的底漆透明的底漆 那上完之後輕輕的磨掉一次 再上一次再磨一次 它就有一個保護層在木工的補土上面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上顏料 就不會有那麼大的落差 就是補土乾的 你沒上顏料跟上顏料 如果說你沒有一層 沒有一層底漆 沒有一層保護漆在表面的話 其實你上了顏料跟沒上顏料的落差非常非常大 但是你中間先隔了一層底漆之後 你再上顏料就會好很多 我們就可以比較好控制 這一塊補土的範圍 跟旁邊葡萄木的顏色比較相近 因為通常我們不會直接就把顏料直接塗上去 老實說我們會在旁邊稍微調一下 如果說你的胡桃木是比較深的 那你的顏料是比較淺的胡桃木 那我們就可以加一些棕色 加一些咖啡色去調整 我們自己可以目測一下 當然都是調一點點 然後在比較看不到的地方 先試試看顏色是不是相近 那如果我們自己覺得調得很相近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始補這一塊顏色不一樣的補土的範圍 但是這一塊補土我們修正好的這個 就是我講的 你不要補土乾了之後 抹好之後 然後就直接把顏料點上去 會塗塗料跟塗了塗料之後 那個顏色的落差非常大 所以我的建議是先上一層透明的保護器 那上完保護器之後磨一下 通常是上一兩次 磨完之後上一次 然後再磨一次 手去感覺是不是磨得很細緻的 那這個樣子 我們再把水性的木料器再塗上去 那這個木料器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先去調整好 我們自己覺得說它其實很相近的 老實說這個還是要回復到我之前在講的 你要補局部的一小塊 你說補好之後會看不出來 我覺得那個至少我做不到 我認為那個是太難太難了 其實比較好的狀況應該是桌面就很難 桌面就很難了 桌面老實講我們只能夠盡量讓它趨於一致 但是如果椅子的扶手放面積不是很大的 我的做法是這個扶手的這個範圍 我是全部都把它磨掉 全部磨掉之後再全部上去 那就不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你在上那個顏料的時候速度要快一點 你不要慢慢的上了一次之後 就是速度不夠快 那它已經乾了 然後你又擦了一次又變成重疊了 就是盡量就是很快的讓它很快的就同時都上滿了 然後很快的時間就乾掉 就是盡量抓的施工的方式是讓它一起乾 一起上一起乾這個樣最好 如果說扶手的部分本來就不寬 本來就不是很大 其實我們用乾淨的比較不會掉纖維的布 我們沾了那個顏料之後 我們幾乎可以一次就全部都把扶手的漆都上一次 它就不會有重疊的地方了 我不知道大家聽得懂聽不懂 就是如果說你就小小的上一小部分 那這邊又分成兩邊去上重疊的部分 那顏色又重疊了 所以扶手是比較好操作的 但是如果說桌面的話 老實講你只要修補一塊的話其實是不簡單的 你沒有辦法做到顏色很相近 這個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賣的品牌多了 我們也曾經有賣過一個北海道的品牌 它挑的木料它是不會去閃避那個結 有的木結是有凹洞的 有的木結是顏色不一樣 看起來很天然它會比較深 但是它還是平面 但是有的木結是有凹洞的 我看到它們的做法 它連木工的補足都不是 它們就用一種調過顏色的 我感覺應該叫做iposia 我認為應該是iposia 當然廠商也沒有告訴我們它補了什麼東西 看起來是很硬的 類似硬塑料的東西 然後它就把那個結 有凹洞的結它就把它補滿 其實我也不認為它們把顏色調得很相近 畢竟一個是木頭一個是塑料的 但是那個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不同的材質 它對冷熱的膨脹係數不一樣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 它還很新的狀況的時候其實是還好 可是我們銷售經驗是它一段時間之後那邊會鼓起來 那邊會鼓起來 那就變成 變成鼓起來的地方又要處理 所以大家在選購的時候都是要自己用心去看 尤其是有結的地方 但是其實有些品牌 他們甚至於那個有結的地方 有凹洞的結的地方 它也不去補它 就讓它自然的留在表面上 我反而覺得這個做法還不錯 因為這個就是木頭天然的狀況 你故意去補它 反而是讓一個不一樣的材質在那邊 就會有我講的狀況 一段時間它的表面 其實是沒有在同一個表面上面 它就會有高低的問題 然後顏色也會不均勻 我倒是比較主張 有些品牌它的做法是 木杰就讓它天然的留著 但是這個都看個人 有的人就要挑完全都沒有木杰的 真的就看每個人在家具的選購上面 對於這些天然的紋路 天然的痕跡是不是能夠接受 像有些天然的裂痕 有些工法會做一個蝴蝶結 有的裂痕 我們看到是有裂痕 但是它還沒有實際上裂開 那它為了要防止它繼續裂開 它就會做一個我們講那種蝴蝶結 桌面就撤了一個蝴蝶結的凹洞 然後他們就去磕出那個蝴蝶結 就把它塞進去那個 磕出來的蝴蝶結的那個凹陷裡面 就是去抓住那個裂痕 不會讓它繼續裂 那個又變成一個裝飾 所以我記得他們那種桌子 有幾個蝴蝶結就加價多少 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每個人對於家具的看法都不一樣 反正就是我講的消費是滿足自己購買的欲望 能夠獲得滿足我覺得這個樣子就OK了 無關於這個價位的高低 我就沒有直接在那個留言朋友那邊就直接回 我就用這個影片來回覆 那如果說各位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歡迎各位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因為很多很多東西也未必是我一剛開始就了解 那你們提了問之後 如果我有什麼不知道的我會去找資料 甚至於就去買那個材料回來試試看 畢竟我們比較有機會遇到 那我就會去try 不斷的try try try 然後try出一個比較好的 不管是維修或是保護 我就會把這個經驗拿來跟各位分享 好那今天就跟各位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聊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